大家好,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炒河粉 材料方面我預備了2磅的河粉 還有一些豬肉 還有一些菠菜 首先我們會加入鹽鋁醃了一些肉 再加上豉油 之後再加上蠔油 然後將肉拌勻 醃半小時後就可以煮食了 好,首先我們燒紅鑊 然後醃好肉 倒進去 好,這時候肉就差不多了 我們將菠菜再加上去一起炒 菠菜不用煮太久 大約1-2分鐘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將河粉加上去一起炒 好,這時候我們可以加上豉油 然後去拌勻 再炒一炒它 再炒一炒它 我們可以試一試味 看看夠不夠味 如果不夠的 我們再加上少少鹽 再炒一炒 好了,我們可以上碟了 好,我們可以了解一下